議會議員的主席 主席然後在座的委員 還有各位祝福好大家好 事實上這個案子已經進行很久很久了 那我想有幾個部分的話 我比較有問題的是 那就是第一個就有關於穿越段的部分 穿越段的部分的話呢 事實上如果說我們看今天的簡報的話 事實上那今天你去這邊簡報 第五頁跟第十四頁的話 所標示穿越段的 像這個穿越的那個路 是有點不太一樣 那當然 之前的話事實上就有住戶建議說 那是不是今天的話整個暫停的話 然後盡量往 或是軌道的話盡量走所謂的廣池 商業用地這一塊 然後再穿越福德公園 那走中坡南路 那就不會導致 整個中坡南路這邊的話有ABC 三個穿越區塊 然後影響到住戶的權益 那當然我們不曉得說 這樣的設計到底可不可行 對但是我覺得說今天捷運局的話 如果今天真的不可行 我覺得也必須要跟穿越段的住戶 然後去說得更清楚一點 為什麼在工程上面的話 然後真的不可行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對 那第二部分的話呢 事實上針對R04北側部分 以最小用地開發這樣子的一個規劃 我自始至終我都一直覺得 或是說所謂的R04南側 或是所謂的R03南側 我覺得面臨到同樣一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事實上 當然捷運局這邊有去做一個說明會 但是說明會的話 基本上是比較粗糙的 因為並沒有針對所謂的個戶的狀況 然後就是住戶的權益去真正去做個說明 我舉個例子好了 就好比說像捷運線六段 就是信義路六段這邊的住戶 跟整個連開基地劃定 事實上面信義路六段76項惡弄的住戶 因為房子本身坐落的位置 面臨的路寬不一樣 所以說理論上來說 他們如果說相同持有食品土地的話 事實上他們在整個做權力分配的時候 基本上那個權力分配應該是不一樣的 但是呢捷運局這邊事實上也沒有針對這部分 然後把它整理出來去告知住戶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就我所了解 R04北側這邊的話 有些住戶 因為他捷運局做一個最小用地連開 像有些住戶基本上是不想待在這邊的 只是說今天他們也不曉得說 如果說今天他不參加連開的話 然後由捷運局這邊然後來架構 那徵收的話 那他到底可以領到多少的土地 跟建物的補償費 我覺得說捷運局這邊在這部分 事實上也沒有跟住戶說清楚 對 那所以我希望說是不是 捷運局這邊然後能夠有一個窗口 然後可以讓住戶這邊然後來詢問他自己的權益 那再來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從我以前聽到現在的話 大概聽到的意見是 整個R04南側跟R03南側的租屋意見的話 大概是大基地的一個連開 應該說R04的話大基地連開 來減到七層樓的話 整個同意的比例 會大於R04加7層樓 然後事實上最不願意的話 事實上就是以最小用力開發 我想R04跟R03的話 目前的多數住戶意見是這樣 但是到底有多少住戶 是持這樣子的意見 我覺得說是不是捷運局這邊 也能夠把這樣子的一個住戶意見 跟意象的那個數字的話 然後給具體化出來 以上是我幾點意見 謝謝